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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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地垂基说 是日本佛教新盛时期的一种思想 认为日本神道的八百万神 是佛菩萨的化身 称为缺陷 甚至引申为对攻击着助者的仇样 建于1617年的日光东兆宫神社 就是属于德川家的领庙之一 主要祭祀的是江户幕府初代将军 德川家康 神格化后的神明东兆大局县 而日光山沿岛是德川家康之孙 三代家军德川家康的领庙 东兆宫 东兆宫位于日光山 建筑采大量食材为地基 配合木制结构的全线造样式 与前后二镜建筑的八番造结构式样 还有前殿与后殿的分别 设格为别格关闭设 明治初年的神佛分离定后 寺院与神社分开 东兆宫与文化寺 以及日光二方山神社 并称为二社寺 而近世以来 更被统称为日光山 东兆宫也有许多著名文物 尤其唐文上取自中国成语故事 如许犹席尔 竹林七贤的古代典故 又如截取论语中的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所雕刻的三只用爪 捂着言而嘴的猴子等等 这些早已为日本 列生世界文化遗产的文物 历历显现 华夏文化对日本的深远影响 最后 作詞・作曲 李宗盛 日光山 倫王寺 眼前陵墓高耸的日光山 又名二皇山 奈良時代 盛道上人 開山創建天台中四鬼故事 即為當今日光山 倫王寺之初始 平安時代 香船鋒海 猿人等高僧 阶層前來船法 典昌時期的積極圈界 更促進了關東地區的繁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畫溪而坐的珠溪木橋 傳說中 聖道上人曾在湍急的溪流前 祈求神佛護佑 平安渡溪時 出現兩舌幻化城橋 著名渡溪 因著傳說 日光山的珠溪木橋 也被視為日光二荒山神社的神橋建築 周圍童 是日光山開祖聖道上虎的一廟 相傳代堂藏有十四、十五世紀前後的 古造偉尊地藏菩薩的寶藏 被視為守護日光山的榜樣景點 護摩堂內供奉福神皮沙門天、大黑天、變財天等 也是展示火象、經典的國寶及重要文化財產的保護館 早期日本神道教與佛教同合衍生的本地垂基說 更在理論上認為神佛具有同等地位 於是藍體山的山神也代表牽手回憶 呂風山的山神也代表阿彌陀佛 泰朗山的山神也代表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的大和尚除了領重禮佛之外 也在介紹諸尊佛像的當下 為眾人開始修行發藥 我想我們看到佛像莊嚴 應該說看到自己的自性 特別這一尊碼頭觀音它很重要 因為它是阿彌陀佛的化身也是觀音菩薩的化身 一個人要成就阿彌陀佛的功德 觀音菩薩的功德 首先它就要斷除自己的称諱心 所以自己的私心称諱心才是自己生命的敵人 所以這一尊碼頭觀音也有叫碼頭冥王 就是阿彌陀佛跟觀音菩薩的憤怒向的視線 那這個憤怒的意思是 你要你要趕很憤怒的去對峙自己的這種稱恨心 貪心 那不然你就沒辦法成就阿彌陀佛或觀音菩薩的慈悲 所以你要幫助別人 那一定要懂得時時刻刻 來一直淨化自己 就像我們每個人都希望超度祖先 兒女平安 雖然我們做了很多好事功德 但是自己的內心層次還是很脆弱的話 不然面對變化的話 會有起憤怒心的話 那就沒辦法 所以來到這個地方也是我們的很好的姻緣 所以各位可能對阿彌陀佛觀音不太熟悉 對碼頭觀音就不太容易 所以你要不斷地把這一尊記下來 記下來提醒自己 就像這尊黑色的不動冥王那天有講 也是日本佛教的特色 黑色的小朋友 所以為什麼碼頭觀音用火在燒 火就代表很痛苦 但是你在痛苦裡面 你都不要起心動念 你要降伏自己的誠懇心 就像不動冥王 你要服務眾生很痛苦 但是你不能退轉 你要永遠 願意承受做眾生的 把眾生放在頭頂上的意思 就像說碼頭觀音說 可以接著做眾生的牛馬 要不要放在自己的頭頂上 然後去降伏自己 最後才能夠成就阿彌陀佛觀音的慈悲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事情 好 來念一下 願斷一切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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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消除 誠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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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修一切善 願修一切善 願圓滿 願圓滿 大悲心 大悲心 適度一切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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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冤親平等 適度眾生 點eter 阿漠阿彪佩達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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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諷大悲觀心菩薩 雷 APP 麻頭觀音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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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何云赤諸ุ衷 祝 sketch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